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 呼籲家長帶上小朋友 參加接下來星期日 反對國民教育的遊行 參加人士會貼上 這些四格漫畫的貼紙 由於預計會有很多小朋友參加 關注組會沿途撤有休息站 當我們講教育小朋友的時候 不用一定要很嚴肅 等於當我們要向政府表達意見的時候 你都不用一定要很嚴肅 我們是家長 我們是親子 我們就要有我們的特色 也都很以正嚴詞 告訴政府 我們是反對小朋友國民教育 要求他撤回這個國民教育 關注組希望政府撤回9月新學期 在小學試驗推行國民教育科 他們質疑政府官員 對國民教育的內容都是一知半解 難免會令家長擔心 他們的回應 如果再仔細看 都是比較 我叫眾說紛紜的 有些就這樣看 有些就這樣看 其實更加突顯到 根本現在說要推行國民教育科的這件事 其實得個名字 得個籠 但中間是怎樣呢 原來不同人又有不同詮釋的 有些就說要這樣 有些又說不應該這樣 即是連政府的都是這樣的時候 那麼我們作為家長 要接受這些教育的 是我們的子女 我們的下一代 那麼我們怎麼可以不擔心呢 反國民教育大遊行將會在7月29日下午3時開始 由維園遊行至金鐘政府總部 加上關注到預計租會有2,000至3,000名成員參與遊行 香港風頻電視記者 去片直播到